在遥远的佛度 看见改变的力量 这是佛陀的出生地 佛教在这个地方开始 但是确实在这个地方已经没落 我到尼泊尔去 我是希望能够在那里 就是促进 这个佛教的人才的培养 辉光法师四年前 在尼泊尔成立菩萨沙弥学院 一切从零开始 难行 能行 成租民宅作为临时的校舍 简陋的环境里 贫困的小沙迷 快乐地学习着 除了研习佛法 还学会电脑 数学 摄影以及绘画 还有多国语言能力 旧既当地的这些孩子 让他们虽然说贫困 但是也还有办法 就是得到好的教育 2015年尼泊尔发生强症 他们前进偏远的灾区 展现慈悲心与惊人的毅力 我们走了连续十小时的路 他们可以一路上还念着佛号 去为他们倒塌的房子 往生的这些家庭送金 然后我们也带着物资去 辉光法师是台中大理菩萨寺主持 简约建筑颠覆传统印象 他强调佛法也要现代化 贴近大众的生活 在尼泊尔班学 就像是一场生命的修行 即便困难重重 也坚持用教育和爱 翻转孩子们的命运 大约新闻规理聊学信台中报道